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来崇拜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有重担 因为我自己在主面前确认 我自己也不是上帝 有时候属灵的东西要打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眼睛 也甚至我自己的眼睛要打开的话 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时间表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有上个礼拜这么荣耀的一个安利典礼 但是我的心是很重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你的时间表里面 要遇见上帝 这是不但是牧师的祷告 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看得到 主的话怎么在我们身上成就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教会的信息也长 每次讲了之后很多 但是到底大家能够开眼睛多少 这是圣灵的恩惠了 所以我是从今天开始 我叫大家记住主的话 主说你们要进天国的人 你们要努力进那个宰门 你要认识神的话 你会认识的 你多需要神的话 你会多得着神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传道人 就是一只能够会 给各位什么一个奥秘 所以我就靠圣灵给我的恩典 就是继续牧养大家 把主的话教导 那各位能够领受多少 领受多少 各位能够得一只多少 得一只 那如果各位好像心里面认为 有一些地方我一只不能突破的 各位想要突破的话 那各位自己给我祷告题目 那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我才能把主的美意告诉大家 如果各位心里面是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些看法 或者自己心里面就是 不能接受的有一些 这个祭坛所向各位讲的 那那个是你自己要祷告 那然后各位自己祷告之后 然后在主面前要知道 主教你怎么做 然后在这个教会 你怎么能够 在这个教会里面 能够得着教会 给各位的一个意向 然后配合 然后前进 每一个人要得到基业 我在营会已经说过 大家不是为了我来这个教会的 对不对 我也不是要大家来建立这个什么教会 教会是主自己建立的 我也在这个教会被牧养成长 那大家也是一样 所以各位这是努力要进去的 所以能够在这个教会成为主流 能够担任很重要的一个施工意向 这不但是牧师看的 这是众人所看的 所以很重要的话我前面先讲 那然后我们今天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这个营会 主给我们的信息 这个信息呢 我们听了很多了 但是我最有负担的 就是现在圣灵化 主给我们的一切的命令 教导教训 全部要圣灵化 这是上帝这一次营会 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祷告题目来的 主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 你们要遵行 我所吩咐你们的 那你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各位这句话 各位听的时候很多人不明白 你们遵行我的命令 这遵行的意思是什么 你又做出来 那就是遵行了 很多的人是这样认为 也这样看自己 也这样看弟兄姐妹 各位遵行话 各位用圣灵话来认识 圣灵是什么 圣灵住在你的心 所以你要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第一 你得着主的心 主人说 我分派你们管理家业 我分派你们按时分粮给仆人 爱你周围的人 各位这个不是一个规条 你要遵命 要这样做 要爱 不是这个东西 圣灵话的意思 你要遵行 换句话说 我主人爱这个家业 你也一样爱 主人爱这个仆人们 你也一样爱 有一样的看重 一样的爱 这个叫遵行了 你得着主人的心肠 这个叫遵行主的命令 得着主人的心肠 活出来 这个是轻舍的 这个是容易的 这个意思来的 所以我们跟从主的喜乐 顺服主的喜乐 上帝要的是这个东西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对神的话 是一直好像不能明白的东西是 比如说 上帝要我们爱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肢体 我们的同事 对 你们要爱 你们要爱 对不对 你们要彼此相爱 各位领受这句话 每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领受的时候呢 不明白 这是用圣灵来领受的 不是用圣灵领受的时候 领受有一个规条 所以呢 领受了之后呢 这个是做不到 那做得到就好 那做不到的话呢 马上就是被控告 然后觉得自己是不中心的 所以这个观念是已经错了 这个开始已经不是福音了 各位 我们信徒呢 最不能认识的是圣灵了 有时候神秘的认识 有时候没有根基的这样认识 有时候用感觉来认识 各位听 人堕落之后呢 圣灵离开了 其实起初上帝吹气的时候 把圣灵放在他创造的亚当 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人爱佩偶是自然的 跟他合为一体 帮补他 看到自己的孩子尊敬他 然后重视他 不惹他的气 看到自己旁边的人 肢体的时候 就自然跟他合而为一的 那个心是已经起初的时候 圣灵进来人的生命 这是不需要用力 我要爱他 我要遵行主的命令 不是这个东西的 起初圣灵 就是进来人 人被造的时候 有神的灵在里面 对不对 主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 吹气圣灵给他们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就留下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们的心里面 告诉你们的 这个是蒙恩的人 他就是蒙恩的人 对不对 这个人就是他需要更新的 就是他要更新的 这是圣灵临到一个人 他得着主的心的时候 这个叫圣灵化了 那现在人重生之后 然后听了主的命令了 然后现在命令 一二三四十戒命 还有很多圣经里面的 律里典章归条 我们尽量要遵守 做一个好基督徒 忠心的基督徒 要参加聚会的基督徒 尽量要遵守 做得到就好 那做不到就不好 这是亏欠竹 那这样开始是宗教 这是错的 这是宗教来的 其实圣灵化是什么 有一天我重生之后 我重生了 然后我继续读神的话的时候 主的话成为我的心了 主的话进来了 这是我的心愿意的 爱我的配偶是我的心愿意的 爱我的肢体祝福他们 看到我的父母亲 因我的孝顺而喜乐 这是我的心愿意的 所以什么叫福音 福音就是 神将他的心赐给我们 这个就是福音了 再听一次 不是上帝把十戒命赐给我们 不是上帝把一个命令这样赐给我们 你们要遵守啊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主将他的心赐给我们 主将他的心 那有一天 我就读神的话 继续读当中 我认识福音了 明白了之后 我发现 如果 我不爱我的配偶 我一直就是要求他 其实我的心是很难过 我如果对我的肢体们 就是论断他 或者妒忌他 我的心不平安 我对我的孩子 我每次我就看重他 然后看他是上帝所爱的 应许之子 养育他的时候 我很喜乐 但是如果我一直担忧他 怕他不成才 然后惹他的气 惹他 拿他跟人家比较 吃他 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的心很不舒服 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你得着神的心了 所以你得着神的心的人 是 其实 主的规条 主的诫命 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所愿意的 我们的心是愿意爱主的 我们的心是愿意爱上帝 放在我们旁边的人的 这是起初原本 上帝赐人圣灵的时候 给他的 一样的 所以跟主合而为一了 上帝要的是这个 因我活着 所以你们活 因我爱 你们也得一样的爱 我爱这个国荣 上帝爱他 然后我看国荣是 上帝看他是一样的 是得一样的眼光 心肠 福音是这个东西 福音不是 现在你做不到 所以上帝跟你讲 你快点做 你做了就是 你做出来 不是这个东西 你们要参加聚会 继续三次四次聚会 继续以聚会为中心 而你就是讲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圣灵化的话 这句话是变成空告了 压力了 那主说你们在一起 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是明白 在一起的喜乐 在一起的荣耀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个保护 看到价值在一起的 欢欢喜喜在一起 这个叫圣灵化了 主的每一句话在圣经里面 其实都要圣灵化的 没有圣灵化的 没有用了 各位 不能喜悦跟从主的 各位不能 那个主人的吩咐 是对你来讲 是很重的 很重 很压迫的 原来是轻舍的 原来是容易的 因为你的心所愿的 起初是这样 但是不明白经意 人失去圣灵之后 一直要得到 那个圣灵的感觉是什么 听了主的命令之后 就去查考圣经的时候 好像圣灵是什么 还是得不到 得到的还是规条 这个是很重要的话来的 前面这个部分要了解 第一天就是我们营会的时候 一直学习很多的 对不对 配偶啦 爱孩子啦 爱什么孝敬父母 这些东西就是 各位听的时候呢 不明白 如果不明白圣灵的时候 不是圣灵化啊 就是规条化了 那个时候 你顺服的赏赐是得不到 或者非常的重 整个信仰生活 所以我今天的迫切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一起要恢复这个东西 我再讲一次 圣灵化的 什么是福音 神将他的心赐给我们 有一天你发现 爱你周围的人 是你的心所愿意的 牧师 我不愿意 你每次说我愿意 我真的我不愿意 我旁边的 我不要愿意爱他 他伤害过我 我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 我不愿意这样爱我的同事 我看他们的时候 我讨厌 我的亲友 我告诉你 那个不是你 那个不是你 那个是邪灵 各位听得懂吗 那个是暗示你 控告你的邪灵 都要分辨出来 已经圣灵进来跟你合而为一了 爱是你的生命了 这个生命是 愿意顺服主是你愿意的 尊情主是你愿意的 但是有时候 邪灵来 邪灵安示你 邪灵控告你的时候 你感觉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 产生起来的那个怨恨 自卑 妒忌 你以为是自己 其实不是你 那是邪灵 所以要靠着圣灵 赶住他 要抵挡他 不要让他 留在那个地方 叫圣灵担忧 各位明白 这主是站在他的孩子这边的 主是已经跟他的孩子在一起 主是跟他的孩子的心 合而为一的 但是因为有仇敌 对不对 所以你要分辨 你要分辨仇敌 然后抵挡他 各位认识圣灵 是要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已经重生的灵 已经临到我们的生命 灵风已经吹来了 所以我们是愿意的 各位看圣经吧 圣经 各位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十五节 十五节这个地方说 主耶稣跟门徒说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各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各位读的时候也误解了 你们爱我吗 你们爱我的话 那你就要做出来 遵守我的命令 我们这样认为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你们若爱我 你们的心真爱我的 我的命令成为你们的心了 对不对 你们自动会遵守的 活出来的 这是你们得着我的爱了 对不对 因为下面是要讲圣灵的意思 下面是要讲圣灵 所以圣灵来 对不对 你跟主得着一样的心 你得着主的心就是爱主了 对不对 一样的 然后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个世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在你们里面 所以在你们里面 有时候肯定你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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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戒你 有时候 就是教训你 就不要去 不要接受那个 邪灵的控告 就是 然后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时候 这是身心灵合而为一的意思来的 里面的意思 不是主在外面 各位听这句话 主在外面 外面 在天上 吩咐你 你最好做这个东西 这是我的实戒命 最好爱人 对不对 这是主的命令 不是在外面的 在里面的 跟你一样的心 运行着 他如果活在 果荣的身上的时候 用果荣的生命 怎样爱秋荫 爱两个孩子的 那个生命 那个感动 是一直运行的 这是上帝了 上帝跟人成为一 这个意思来的 对不对 这是整个福音的经义来的 如果各位认识上帝 还是一样 主的命令 跟这个宗教的人 人读了佛经 佛经 读了之后 所以我们要遵行佛经 佛经所讲的 那这个就是一种宗教了 这是领受一个命令 领受命令 不是上帝的原因 领受心 领受心 我再讲一次 这个就是圣灵化了 各位看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你看 这人就是爱我的 对不对 这个一样的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能够这样遵守 他就是爱我的 爱神的心在他的里面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写明 各位 第二十三节 各位看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也是爱他的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这里讲不爱我的人 不遵守我的道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根本不认识神的人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的父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以将这些话对你们说 但圣灵保会时 对不对 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 指教我们 你的心里得到圣灵的指教了 怎么的祝福你的夫妇儿女 你的同事肢体 你得到这个的时候 同时会怎样 你会得到27节 平安就会来 平安的心都会来 确定的心告诉你 对我的孩子 这就是我的心了 你得着了 对不对 我赐下平安 对那个平安不是这个世人给的 不是你得到人的称赞 得到钱 你就有那个很开心的平安 不是 这是主与你的心同正 对 你明白我的心了 你得了我的心了 这就是我的心了 那个平安 这个意思 这个有一点神 但是各位要思想这个东西 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福音 宗教是领受命令的 这个叫宗教 福音是什么 得到主的心的 这个叫福音 两个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谁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一个仆人什么都做了 但是他的心是苦的 他不是忠心良善的 但是一个仆人是得着福的心 然后做了 那是他跟那个主人的心是一样的 那个是忠心见识 有良善的仆人 各位再看一个经文 各位看另外一个经文是加勒太书 各位加勒太书讲的是自由 对不对 我们都会知道 这个淫秽就是讲的 五章一节各位看 基督释放了我们 教我们得以自由 释放了我们 教我们自由了 所以各位自由 各位要问自己 各位读神的话的时候自由吗 那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 有奴仆的恶 各位要小心 那主耶稣又说我的恶是容易的 有讲这个 那各位 所以奴仆的恶 恶是什么 恶就是你没有圣灵的这样听神的命令 这样了要这样遵行的时候呢 这个变成恶了 恶了 恶是什么 那个木板啊 就是扣住你的颈像跟手的 这个叫恶 所以要谨慎这个东西 十六节各位看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 所以情欲 情欲是不是我们了 情欲是另外一个位格 我们重生的人了 情欲是我们的仇敌了 我们是圣灵的朋友了 各位明白吗 所以我们跟着这个朋友 我们得到这个朋友的心 常常与他交通的时候 你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各位注意这句话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各位听得到吗 你们是愿意爱属的 你们是愿意爱人的 爱你的肢体的 爱那个伤害你的 赦免他的 你是愿意的 但是 你不懂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你的情欲的那个力量 你的肉体自我自尊的 那个力量就起来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你要也没有办法 但是其实你的生命是蒙恩的 蒙爱的 重生的人之后 你是愿意顺服父的 阿爸父的 但是没有那个圣灵的 不懂得顺服圣灵 顺着圣灵行的奥秘 得不着的时候 没有办法 情欲的力量太大 各位 这个意思 然后呢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若被圣灵引导 常听见上帝 得着爱神的心 然后这样顺行主的时候呢 就不再律法一下 律法就是告诉你该做的 不该做的 所以人堕落之后 失去圣灵嘛 所以人多吃了善恶果 the food of good and evil 善恶 各位好好听 善恶果是这个东西的 从那天开始呢 人吃了圣灵走了 然后善恶的灵 这个是邪灵用这个善恶的灵 不是神的灵 善恶的灵 灵到人的身上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起 人关注的是 那个法规 follow the rules but don't understand the heart 各位明白吗 follow the rules follow the rules but don't know the heart don't have the heart 这个叫善恶果 跟着条规 跟着命令 走 但是得不到心 这个叫善恶 所以对 错 应该 不应该 做了吗 做了没有 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有主的心吗 主讲的 你得到了那个心吗 这个东西 所以圣灵我们要认识的话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所以这次营会 我们主把他的心告诉我们 那个也是我们的心来的 所以什么心 主的心是爱了 一句话 爱什么 对 主叫我们爱我们的配偶 各位确认 这个爱呢 再讲一次 正常的 有智慧的 有系统的 所以先从配偶开始 你的半体 永远要记住 主就是你问你的心灵 起初神造你的 这是真的吗 是 如果你先爱你的儿女 你爱你的父母 多过你朋友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不对的 有程序的 一个 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 如果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他是爱他的半体 然后跟他合而为一 怎么爱他 怎么爱 合而为一 总是成为一体的爱 一直要成为一体的 然后帮补的爱 但是邪灵是什么 邪灵叫你不是成为一体的 邪灵是叫两个人 爱的时候 那个爱的样子 是要求的爱 然后控告的爱 然后很多的忽略他 要求他 控告他 邪灵是这个东西 邪灵是这种爱 但是很正常的 如果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得到主的心的时候 自然 我们的那个半体 跟他的生活 沟通 在一起同工 保护彼此 满足彼此 这个是很自然的 各位要自然化 这个圣灵是自然的 如果你要做 我要尽量跟我的配偶沟通 你学习了一些道理 我要跟他交流 我要尽量 这个不是 不是 这是自然的 你得到那个心的时候 你跟你配偶相处的时候 你看待他的心 你怜悯他的心 想保护他的心 你尊敬你的丈夫 那个心 就是圣灵 这是主的教导 然后帮补彼此 完成一个使命 完成这个一生的使命 一个夫妇里面的那个爱 是有这个东西 各位恢复正常 这个是正常 这个不是命令来的 这是正常 我在讲 如果各位装备什么 要装备到 我们讲装备这个字 好像是学习 对不对 其实装备是什么 你一直要明白 得圣灵的心 到你的夫妇生活 有这样的正常 这个就是 对了 你得到 你已经尊情主 你是按时分量给仆人 换句话说 你祝福了你的配偶 实在是 你这样跟他相处 上帝非常喜悦 非常喜悦你 然后第二是什么 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呢 这是人生的 你不可能爱你的父母 多过你孩子的 我在讲 不可能的 如果是的话 你的这个里面 头脑是有一点不对的 你是得到孔子的灵 我相信孔子讲这句话的时候 如果他生了孩子 他也会爱 这是人的常情来的 你不可能爱你的父母 多过你的孩子的 对不对 我问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真的很坦白的讲 那你爱你的孩子 那怎样的爱 现在上帝又说了 怎样的爱 是圣灵赐的 那个很正常自然 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 放在人的生命里面 圣灵给他的 那个爱就是 孩子呢 弟兄姐妹 很简单来讲 我是祷告过很久 我 不需要太担心的 孩子 该教的就教就好了 该教的就教 以前呢 以前呢 我们的整个的教育里面 没有什么孩子 心理学 教育学 什么 没有这些东西的 我们 我们长大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的 现在这个年代 有的时候呢 这个风气 父母多担心 这孩子要学什么 其实后来我发现 孩子呢 该教就教 如果你觉得他没有礼貌 你教他 这个要有礼貌 如果你觉得他认 学习不认真 你教他 教 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 nothing wrong 这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教他的 如果他 就是很邋遢 肮脏 没有上进 那这个东西你要教他 该教的教 这个都是真理 凡事上的美意 只有你教的那个时候呢 不要惹他的气 各位很简单 对不对 只有你不要惹就好了 其实有时候我讲孩子教育的时候 我讲 让他什么社会啦 跟旁边的人 让他的心理啦 什么啦 其实后来我发现 讲来讲去 其实很简单的 真严的 该打的时候就打 很简单就是这样 你看他就是野蛮野性 就打他 你应该要称赞他称赞 应该要教他读书的时候 恩典恩典不用读书 不可能嘛 他小一小二小子 一定要教他读书 要教他殷勤 有时候他没有礼貌的时候 教你应该要礼貌 但是不要惹他的气 那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功夫了 这个要靠圣灵的功夫了 就是你吃他 你看人家这样礼貌 你都没有礼貌 这个又不行 不可能这样教 对不对 或者你就是教孩子的时候 你想 总是 你要求他你自己不做 这个也是你惹他 所以你要祷告 你教的时候呢 让他心服口服的 这是接受父母的教导 那就好了 所以新约圣经只有讲一个字 你不要惹孩子的气 很简单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也不用 一二三四五 我要教孩子什么东西 不用这些东西的 其实该教的教 然后凡事上的每一教 主告诉你的 现在你看到的 应该教的教 不要惹他的气 然后教的时候不要惹 就好了 圣灵自己会动工 这是我给各位的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 父母 父母呢 孝敬 孝敬的时候 爱父母的时候 孝敬父母是 确认一下啊 各位确认 我现在讲的意思 不是在讲内容 我是叫大家确认 你孝敬父母 你对父母真的很有恩典 这样的很孝敬他 随从他的意思的时候 你的心会不会开心 很开心很满足很平安 对不对 那个就是圣灵告诉你的 对了你做对了 你对你的父母很自私 就是对父母很不理会他们这样的 对父母亲是这样的 你的心里面感觉到不平安 所以你是蒙恩的 你是蒙恩 对不对 主说 要孝敬你的源头 然后再进一步 进一步 可以的话 所以对父母是不要怨恨的 所以对父母是不要怨恨的 就是你父母无论怎样伤过你 以前或者没有什么教育你 你对他有一个怨恨的心的时候 这是很奇妙的 邪灵不放那个东西的 因为这个是在十诫命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明白 神起初放的 其实你跟你父母和平 爱他们 孝敬他们 听穷他们的 你的心很和平 对 你要得那个心 那你知道 你所做的蒙主悦纳 然后进一步 可以的话 你得他们的喜悦 有时候各位做的有一些东西 带他们出去 请他们吃 玩 或者有一些的 花一些适当的时间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得他们的喜悦 好像雅各 以少要得以撒的喜悦 你得到你父母 你看到你坐在父母身上的时候 他们很喜悦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很活跃的 你心里面有一个 我是真的孝子 孝女 你心里面有这样的窃取 那个就是圣灵告诉你的 那就是我的美意了 记住 这个是从现在开始 得主的心来做的 然后你这样做出来 你从主那边得赏子 第四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是 不用讲 你的手足 血缘关系分不开 你无论你结婚了 你兄弟姐妹的关系还在 我也结婚了 我跟我哥哥弟弟的关系 就是在 手足呢 不要自私 然后和睦 彼此相诛 然后手足情深 这样 很简单就是这样了 然后他有问题的时候 快点帮忙 你的心是这样的 那你很平安 绝对是很平安 那也是你 主给你的心来的 那 各位确认 你对他们是 很自私自利 不管他们的死活的时候 很奇妙的 你的人格在你的面前 被贬低 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时候 也是很丑陋 很奇怪 你上帝给血缘关系的时候 就是 我不帮他 不管他的死活 他怎样 很奇妙的 你的心里面 马上真不舒服 那个 这个就告诉你 主告诉你说 其实 你跟他 手足情深 这是上帝的美意来的 这个意思了 神的话是这样的 神的话是成为心的 不是控告你 不是控告你 就是在你的心灵运行 叫你走平安的路 得平安的那个心肠 就是主的话 对吗 可以确认吧 第五是什么 就是上帝叫你爱你的肢体 各位 肢体呢 各位听这句话 肢体是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有永恒的关系 所以 有使命的 有永恒的使命的人 是不得不要常常在一起 像主耶稣基督跟十二个门徒 天天在一起 这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我跟文刚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这个有属灵里面的 永恒的关系 同样的基业 同样的使命 所以这个 这个关系里面是 不得不要在一起 甚至多过你的家人 甚至如果你的家人 如果还没有这样蒙恩的话 主的美意是这样 跟肢体的关系 建立这个东西 但是 这个肢体的 我也明白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时间表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教会说 教会在一起 和睦为中心 能够吃肉的 不要论断吃菜的 能够参加四次聚会 有这个信心这么做的 不要论断 就是只有信心参加主日 不要这样做 这个是 但是每一个人看到的人追求 就好了 但是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和睦 和而为一 inclusive 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保罗一直讲 你们不要结党 其实因为好的东西来结党 有时候会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 在一起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得到肢体之间的感觉 对肢体之间 那个爱戴 不一样 对不对 当然有些肢体是 跟他在一起 这么多年一起征战的时候 对他的那个情深 这是一定人有恩情 这是当然的 那有些刚认识的 还是继续在认识 继续在祷告 然后这样来产生感情 所以 各位也不能说 牧师偏心 你爱这个人多过那个 你关注他多过那个 这个东西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问你自己吧 如果你做自己做牧师 你也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接触多的人 你跟他之间有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一个 同样的使命一起走的时候 那就是一定的 人的感觉是这样嘛 所以没有办法的 但是旁边的人羡慕这个关系的 要进来一起往着天国走 那是当然好的 所以肢体之间呢 和睦和而为一 彼此造就 造就 讲造就的话 不要讲消极的话 也不要讲 叫彼此度尽的话 各位这是很重要的 弟兄姐妹 尤其是牧师说 尤其是姐妹们 小心 就是 这是每一次这样 这个也是圣经说的 你看保罗在菲利比书 我劝这个两个姐妹啊 你们真的要和睦 姐妹们是有一些比较 这是一样生来是这样的 生来是比较架子小的 这是叫姐妹的 所以很容易引起勾心斗角 妒忌彼此或者有点被受伤的 有一些会的 所以这个是谨慎就好 这个是谨慎一点 跟喜乐的人同乐 跟哀伤的人同哀 你的条件好一点的时候 我的孩子怎样好好好 我现在怎样事业好 不要一直 你跟旁边的人讲的时候 你要小心 他有时候现在是正在落魄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忙着要讲你的东西 你这样想一下 想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跟他有同感一灵 对不对 empathy 这个是肢体之间 如果能蒙恩的人 祷告这个东西 成为这样的人 可以得众人的爱 有时候一不小心这个东西 这个关系有一点伤痕了之后 这个是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一年两年就是留着的 有时候人不讲 但是其实内里面能够感觉得到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大家总是尽心尽力了 讲造就的话 造就的话 然后彼此带倒 然后可以的话通工 这是肢体 这是一个美意 你做的时候 你这样做 你很平安的在一个肢体的生活里面 不会有那种感觉好像 我不是上的 我是下的 我是没有他们这样的 就是我不是这样属灵的 不会有那个感觉 你在什么岗位 你很平安的在那个岗位 这样服侍主 在那个岗位这样的来聚会 就算是一个礼拜一次 也是平安的来 喜乐的来 那就是你会很平稳的这样成长起来 这是上帝要的 各位要祷告 有一个方法的 各位在肢体之间生活 然后呢 各位跟同事亲友的时候 主的心是什么 同事亲友呢 其实他们不是这么靠近 不是这样靠近你 如果你忽然间 我要 我是很爱 我要做大好人 我要博爱 就是这样 什么都分给他 每天请他吃饭 这个不是上帝的美意 也不可能有这样 你这样做是 你自己好像被控告来这样做的 绝对不是的 你跟一个人 不是这样靠近的时候 比如说同事 当然稍微的祝福他是有 但是你太过的那个 过分的这样爱 也不是主的美意 所以要得到很平衡的心 对不对 主的心是怎样 你跟一个非信徒 或者同事在一起 你的人是正直 诚实 公司里面殷勤 然后心里面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有智慧的就祝福人 你这样安慰 看到人很软弱的时候 就是很忧伤痛苦的时候 安慰一下 适当的做见证 所以跟不是很靠近的人的 你的爱是好像有一点保留 礼仪一点 但是呢 你做出来还是对人 基本的一个尊敬 看重正直 诚实是有的 你的corrector 你的integrity 这个东西你在人面前的时候 人都认识你 对不对 然后 人对你的感觉 各位我也很看重这个感觉 最近我讲真言的时候 人对你的感觉对的时候 对吗 人对你的感觉对的时候 你适当的跟他做见证传福音 那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 祷告这个东西吧 这个就是 这次赢会 第一天第二天早上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爱人 其实爱人是什么 为了传 爱人是传福音来的 传福音就是爱人 很简单来讲 这是一样的东西 那再讲一次 主人的命令是什么 叫你得着这个心 如果 牧师今天跟你说 你要爱你的配偶啊 你要爱你的肢体啊 我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 不对了 对不对 那听者也不对 可能讲者也是 也是有一点 对想想看 你爱人怎么能够 你不能爱的 你怎么爱 有些人说 你尝试去爱他 你尝试爱你的 这是 你问吧 这是不能的 你的心怎么 你的心的爱到哪里就是哪里 对不对 但是有主的话 时常照耀你 然后你时常就是面对主的时候呢 领受主的爱 领受那个爱 领受那个心 对不对 领受主的心 有一天 你看过有一些人的软弱 你看过 你放掉有一些你的自私的 对不对 你有一些控告你的 你就抵挡他 那有一天你的心里宽敞起来啊 有一天 其实 对 我这样跟夫妇之间这样生活 跟肢体这样有这样的感情 就是很愉快的事了 就是这样 那那个成为你的心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 那个美意先讲了 所以各位要去 第二呢 第二呢 各位这个颖会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来到一个 你神灵化的时候 现在临风要吹起了 临风要吹起了 所以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地方 临风要吹 吹来我们的生命 那怎么吹 这个是神做的 风随着意识走 要吹到谁就吹 所以这个是 上帝主动的 那你怎么能够领受这个临风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角度来讲是怎样 你要得着这个临风 你一定要有两个字 要确认 确认是主要的字 就是 临风怎么 临风现在也是神的话这样吹了 但是能够被这个临风吹到活起来 从死的活起来 成为业务化的精兵是必定要确认 各位 确认是什么 这个是 人得着这个临风有三个时间表 三个时间表 从你确认开始的 第一 第一 有一天你确认 各位确认 你真的跟主耶稣死而复活 重生那一天 重生了 那个撒那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不爱的 各位要发现这个东西 要确认 我的生命是没有办法不爱上帝 没有办法不爱人 虽然我有软弱 虽然我有软弱 但是爱上帝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了 这个意思就是 彼得 彼得有一天 主耶稣来找他的时候 彼得你来跟从我 彼得丢下那个渔网 就是跟从主了 对不对 其实那个时候 爱上帝的灵已经临到他了 从那时候起 但是这个三年半的他很多软弱 他很多不明白主的美意的 他很多糊涂的愚昧的 甚至有一些话说 上帝啊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派火烧掉他们 甚至这样 然后甚至就是 否认主三次 也有 但是主最后 复活之后还是问他 彼得你爱我吗 那彼得说 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本来就是爱你的 从你呼召我那一天 其实我的心是爱你的 我是愿意爱你的 愿意爱你的 我是愿意爱人的 这个是彼得的 彼得的重生来的 各位要确认 其实各位本身 就是已经是这样蒙恩的人 你本身是没有办法不爱人的 这个生命已经进来 确认 所以不要随便被控告 我们软弱是有的 信徒是有时候有点软弱 有一点做不到 有一些 甚至狗心斗角 有些东西是 上帝吩咐我们了很久了 我们还是不能的 但是你要确认主啊 我是愿意爱你的 每次要回到这个 不要被邪灵欺骗 回到主啊 我是愿意爱你的 我是愿意爱你所爱的 回到这个 回到这个生命 重生的生命 这是第一 这是第一要回到的 这个是你在这个地方肯定了 不动摇了 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 蒙爱是不动摇的 那个是第一个灵风 灵风就是吹来了 所以已经开始了嘛 所以就是 因为一直说嘛 主日也一直说 这个灵风十四年吹来的时候呢 十四年前吹来 其实已经开始了 人活起来 真的认识神 遇见神 认识自己 那个撒那其实活起来了 这是第一 那第二个时间表 各位看 第二个时间表呢 是什么 当 当你的生命 各位要确认这个东西 其实当你的生命 已经听得懂应许 有一天你听得懂 这个应许是跟我的意念没有关系的 神赐给我的 我是万福之源 列邦万民因我蒙福 所以呢 你要听懂这个的时候呢 所以把这个四大福音画 格尔人 家庭 地区 世界福音画 为我的终身的目的的时候 从那天开始 你马上能够会看见 你的过去 现在 一切的一切 都有神的同灾 神的引导 神的应运 神的保护 神的成就 之前是看不到的 之前是 之前是有吗 之前是你的情况摇动你 你看你的钱有多或者少 你的情况顺利不顺利 你的失业成功或者失败 之前是这个的 你还没有 一个终身的目的之前 你的心 心智没有这个终身的目的 为定见之前呢 你没有办法看见神的同在的 你是摇晃 摇晃 虽然神带领你 一直摇晃的 确认不到的 但是有一天 真明白这个东西 各位 其实你看 我十四年前 我真的蒙恩之后 我是真的 我心里面也想 当然 这个中间 我很多时候 我不信了 但是 只有一个东西 我听得懂 主的约是事实 主的应许是事实 列邦万民因我蒙福 这是事实 这是上帝给所有 他的儿女的 应许来的 然后我看回去 其实 我到了什么时候 上帝预备什么 就是很明显的 我结婚的时候 需要的钱 我就 生了孩子的时候 我就 全职的时候 我就一个一个人生走过 其实 我是很多时候不信 但是我看回去的时候 全部神成就出来 有一天 就是看到 我整个的生命 我们所带领的这个教会 是祝福列邦万民的 我们所有的条件 甚至失败都是祝福这个时代的 然后看到这个 然后心里面有这个定见的时候 然后整个中国大陆的门都打开了 就是好像心 然后我看回去的时候 其实主都成就出来的 主都成就的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 你必定要确认 主都成就的 各位了解吗 现在我讲的 Randy 你明白了 每人你们明白 其实主都一直成就 现在连你们读书 也是一个成就来的 你们要进大学 就读书的时候 遇到的人 遇到的朋友 就成就出来的 其实一个一个人遇见 一个一个 你遇见那个牧者 你遇见那个 有一些同路人 其实都是成就来的 要确认 你没有确认的时候 这个是偶然 没有 好像就这样遇见了 有一个应允 开心一下 我得到一个好的事业 这个可以传福音 那就是你开心一下 然后你去这个事业 这个事业很难啊 很多个问题 要传福音也不能 也没有看到 我只有天天成为 这个事业的奴仆 那你只有这样看的时候 是你看没有 你看没有的时候 你在一个空阔里面 主的时间表不进行 所以确认这个字 是 你真实的看见 主比你更认真 主的事实 常与你同在 主时常保护 供应 成就你 甚至你不信的时候 其实也是成就出来 你的感觉不好的时候 也是成就出来 你看委屈的时候 你继续确认当中 才有临风的 你明白吗 你不确认的话 你只有头脑懂 哦 懂 列邦万民因我蒙福 但是今天你上班 你的整个的心情 是外邦人的心情 非信徒的心情 无奈的心情 对不对 没有看到 其实上帝是这样啊 上帝什么都自导自演啊 各位知道上帝是自导自演的 创造宇宙万有 带领宇宙万有 成就宇宙万有 就是继续自导自演的 但是呢 他起码要一个观众嘛 所以他什么都做 但是你们要看 看到的人认定他 就是摇动他的手 这个叫祷告了 对不对 缺人就是祷告 原来主在做 你看这个图 我们主耶稣在这个 以马屋寺 跟这个两个门徒 一起走的时候 这个路加福音24章嘛 其实主都在成就嘛 先知书 历史书 四个书所讲的 全部成就出来了 他们两个是 讲很多东西啊 最近我们以为那个救主 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现在我们怎么办 哎呀 然后也不懂怎样 就是 然后这样很无能的 这样走回去 但是其实整个背景是主的工作 是一直在了 对不对 那主出现了 告诉他们 你们看 上帝不是这么做吗 上帝在先知书讲的 现在不是因应吗 然后你们现在活在这个 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期里面 你们看到这样的事 你们不是蒙恩的吗 讲的时候呢 他们的心火热起来 哦 对了 所以当他们一看到的时候 他们的脚步就转了 转回耶路撒冷 回去耶路撒冷 跟门徒们讲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主了 神的话是都成就出来的 明白吗 然后那时候 新的一个时间表就来了 所以要看到 各位看不到 我无论怎样祝福你 这一次新的时间表 你们祷告 新的时间表 没有用的 其实一直看到 新的时间表的人 是一直看到 今天的同在 今天的引导 今天的成就 一直看到的 那这样的人是 其实一直 他遇到的人 事情是一直很快很快的 很快的 各位 其实我们人是怎样啊 人是一直被一个感觉欺骗的 有一个感觉 我感觉不到上帝爱我 对不对 我们总是这样 所以你失去信心的时候 是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不是 我觉得我的家庭里面没有希望 好像感觉是这样 我感觉我在这个教会 两年三年 好像我的情况是一样 有一个感觉 那个感觉来了 然后你的心屈服那个感觉 你觉得是这样 从那个时候起呢 你一切的力量你失去掉 然后上帝在你旁边跳舞 你看不到 各位了解吗 上帝在你旁边跳舞 做工 你看不到 上帝在你旁边预备的很重要的人 叫你现在祝福他 相爱 祝福 看不到 这是很奇妙的 人的眼睛是这样的 所以看不到 没有应运 没有应运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没有时间表 没有新的时间表了 其实我们聚会的缘故 原因是什么 要一起看 主正在做 那你们找牧师的理由是什么 叫牧师帮你们看 你们看不到的 我告诉你们 主怎么在你身上做 然后现在主将告诉你 怎么成就你 叫你跟从什么 讲这个东西 你看到的时候 你看到的时候 你都感觉 好像忽然间 又快了 没有看到的时候 那个感觉 是啊 其实主特别爱我 主都在做了 主的时间表 是这么快的 就一个一个门路打开的 对不对 有没有 激动有没有 有吗 现在八月份 我们激动也是 八月份 又要读书了 真的在这个clinical medicine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专场 其实三年半 四年就是 整个的 你的债就是除掉了 然后新的一个方向 就是预备 然后读书 然后这样 背上帝私有 但是现在确认的时候 是感觉得到 没有确认的时候 感觉不到 everything is so slow 对 感觉是这个 所以人是被这个 灵欺骗的 邪灵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一不确认 你的心是没有 There is no fun following God 为什么我要跟从主 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跟世界了 各位要克服的地方 是这个东西 我现在讲的 不是大家不爱主 不是大家不要跟从主 但是不确认没有临风 没有临风的时候 你心里也闷闷的 牙抑的 牢苦 丹中丹的 你们到我这里来 我就给你们安息 我的担子是轻舍的 担子很奇妙 神的命令 好像担子 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 爱神爱人 好像担子 但是是轻的 因为你会发现 这也是你的心 你的恶困住你的 好像神的命令 好像叫你 约束你 但是其实是 你感觉这是主的爱 这是其实上帝的带领 保护来的 原来是容易的 这个恶是容易的 但只是轻舍的 这个意思 要抓到我现在要讲的话 我现在是讲圣灵 不是这么容易 比如说各位 在听信息的时候 各位领受也是要圣灵化的 领受了 我是尽量 我是尽量 把那个经义讲 那各位领受主的命令的时候 是怎样 怎样领受 这是很重要 有些人是领受戒律 有些人是领受生命 第三 各位第三 另外一个时间表是什么 这个就是教会今天的时间表 就是当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明白上帝的美意的时候 凡事上的美意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言我现在给各位的挑战 对不对 你越明白这个 你发现 你会发现 从那天开始 谁跟你在一起 你实际的能够祝福他 实际的能够祝福他 我们的 各位牧养者的问题是什么 懂很多 讲很多 但是人现在实际上 他的时间表在哪里 他需要的什么 他要听到的答案是什么 没有办法给他 没有办法给 这个实际的东西 这个是凡事上的美意 凡事上的 成为你的心灵明白之后呢 现在怎么帮一个人跨过一个桥梁 叫他遇见上帝 往这天国走 这个是现在要求的恩高来的 这个是传福音来的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传福音来的 看不到这个东西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我们懂的很多的东西 全部要实际化的 全部要实际化 真正人现在需要的 怎样的答案能够给吗 彼得使徒 他在这个约帕的家的时候 十章 他是知道上帝爱世人 他知道这个东西 他知道不知道 知道 主耶稣跟他在一起三年半的时候 也带领他 然后外邦人 外邦人 罗马百夫长 迦南妇人外邦 祝福他们 我在以色列里面 没有看到有这样有信心的人 主耶稣这样 然后 就是称赞外邦人 然后医治外邦人 主耶稣这样做了 彼得跟他三年半了 大概知道上帝爱人 使徒经在一章八节 你们在犹太宣地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就讲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但是彼得的整个的眼光里面 侍奉里面 还不是这么详细实际的知道 主正在要做什么 不是这么清楚 所以那个哥尼流的异象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外邦人 你们吃这个肮脏 他认为肮脏的 污秽的时候 你吃吧 这是上帝的美意 现在上帝要把圣灵赐给外邦人 这个东西是彼得 还是有一个帕子不能明白 不能明白那个东西 那他就 后来上帝直接向他写明 然后哥尼流的整个的异象 他才明白 原来 原来上帝的心意 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 对 我现在讲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把神的凡事上的美意掌握 然后弟兄姐妹 他们现在每个人的时间表不一样 有些人要突破的地方 要更新的地方 受安慰的地方 我们得着这个凡事的智慧 在真言 真言怎样的 夫妇 儿女 处世待人 对不对 讲话 我讲这些是为了什么 弟兄姐妹 我讲这些为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传福音 为了叫人往这天国走 对不对 我的动机是这个东西 我的动机不是叫你们成为很高尚的一个 你有智慧的 你得到智慧是做什么 传福音 对不对 我的方向是那个东西的 所以我才把那个真言书讲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言书讲的理由是这个东西 只要我们恢复异象 那但是我们就要把福音传到地基的时候 不能永远是 哇 这福音就是用一个口号这样 也不能就是有一个心智而已 因为你跟人接触的时候 人要看你的夫妇生活 人要看这个东西的 人要看你讲话的时候 你处世待人的时候 你的表情 你跟人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 这个是临来的 那人要看这个东西 来知道你的上帝嘛 那如果没有真言书的话 没有真言书的话 人怎么能够明白这个美意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言 我现在很迫切地讲 有一些人是很注意地听 然后真的祷告 过一下子 你的整个的行为会改过来的 你的整个的处世待人法 你的讲话表情 各方面 夫妇生活 教养儿女 都会改的 然后你改的时候你很舒服 然后跟你在一起的人也很舒服 然后他们又被感化 这是会发生的事的 然后福音的门打开 一定要经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迫切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 就是 不要怕 大家醒过来一下 醒过来 我的迫切在这个地方 大家的心里面 这是主的声音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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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教会 真的要蒙主使用的话 各位 比什么都要 现在 祭坛讲的这个事情 比什么都要破解 因为如果各位很好看自己的生命的话 各位现在欠缺的是这个 尤其是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欠缺的是这个地方 我要到中国大陆 我是装备大家到中国大陆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恢复过来 然后 然后你讲这个时代的异象 望着中国大陆 拯救所有婚姻有问题 儿女有问题的 然后 叫他们自己的一切的一切 是为了容身一人见过 你讲这个才有意思 你讲这个才有意思 绝对你要有意思 你一定要通过这个东西的 所以要操练 要祷告的 这是我们 现在 有时候 我是这样祷告 如果我牧养 Karina Mikila 牧师跟你们讲 现在你们的情况是怎样 你们的学业 那我跟你们一起确认 查验 然后我给你们的那个 现在 主在你们身上要成就的 那个 凡事上的美 我讲的时候呢 如果我看你们的眼睛 你们好像听的时候呢 不是很有感动 就是我所讲的 还不是这么靠近圣灵 要跟他们讲的 各位听得懂吗 要这样承认 我要这样承认 如果 牧师现在 你们自己一个人找我的时候呢 我跟你们讲的话 是好像 你们感觉不是这么贴切 不能叫你们 从你们的困阔里面得自由 从你们那个邪灵的困索 得释放的话 不能的话 就是 我好像我的心灵还掌握不到 那个主的美意 所以 我是继续在这个地方祷告的 所以最后呢 各位要在这个地方 要蒙恩的话 所以最后圣灵 最后一定要怎样 我要讲完了 圣灵是一定要 一定要实际 实际化 圣灵是一定要真实化 真实 然后要正常化 嗯 这个 这个三个东西 practicalization actualization normalization 这个 这个三个 请大家祷告 要真的实际 从现在开始很 很 抽象的 我们的信仰不要 很形式的 抽象的 那种不能叫人得能力 然后更充足的 各位除掉 甚至你的个人的祷告 也是这样 个人的祷告 也是 各位尽量很实际的 下面怎么活 什么叫很 各位 圣灵要真实化 实际化的话 各位一定要 要 凡事 要确认 要确认 确认 确认 确认是很重要的 确认是 神是活着 谁不知道 神是同在 神是供应 谁不知道 你到现在有缺乏吗 有没有缺乏 没有缺乏 但是为什么 你感觉到穷呢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确认 原来上帝一直保护你 供应你 你所需要的 嫁给你 有时候你担心到 那个地步 还是就是 虽然有时候 你有点软弱 那个过程 上帝还是这样照顾你 但是你要确认 确认的时候呢 你看上帝是很真实的 你看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确认的时候呢 之后你讲的信息 你帮人确认的东西才实际 你帮人 所以没有确认的祷告 上帝啊 我知道你 主你爱我 主你保护我 但是上帝说 你说我爱你 请问一下 我正在怎样爱你 上帝一定会问这个 你早上起来祷告 爱我的主 上帝你爱我 上帝说爱你吗 你爱 那你看到什么我的爱 主啊 你是凡事供应我的 感谢你 那上帝说 有吗 那供应 那你看到我怎样供应你 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 那个是行事 你那时候跟上帝讲 这句话是Lip Service 这个是 只有一个行事 你学出来的 对你的心 根本没有益处 对 所以要确认 上帝讲确认 所以你要吸在手掌上 写在额头上 跟你的孩子谈论 孩子啊 你知道吗 爸爸养你的时候 以前就是 还得没有钱 还是怎样 但是你看耶和华上帝 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 叫我们的鞋子 衣服没有破的 怎样供应我们 就是你讲的时候 你也确认 各位了解吗 所以你自己心灵 在祷告当中确认 你讲的时候也确认 你看到的时候 看到一个经文的时候 你再一次确认 上帝要我们做的信仰生活 是这个 这个叫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没有确认 不能实际的 还不够实际 那再确认深一点 再深一点 有时候你讲的东西太抽象的时候 你再确认实际一点 有 还有更实际的 主怎么正在爱你 主正在爱你 有吗 每一个事情上 你找出来的时候 然后活在恩感里面 那个就是圣灵化了 圣灵的真实化实际化 第二 要实际的话 我们讲实际真实的东西 人是活在人间里面 人有生活 你天天的家庭事业 你都是在一个人间里面 那上帝说 那你要实际的跟从我的话 你一定要查验 实际的查验 你的七个的现场 每一个的现场里面 我做什么 要查验 查验 test and approve 没有查验的 没有查验的 那 不实际的 但是怎么查验 各位听 这个是我讲章没有写的 各位写下来 我教导各位 怎么查验上帝 凡事上的一个 善良存全和喜悦的美意吧 各位怎么查验 查验法是这样 主耶稣说 当圣灵来 他会叫你 想起我对你所说的 他在凡事上指教你 主耶稣的话是这样 很多人要查验 主啊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好像绞尽头脑 一直想 上帝你要我换工作吗 上帝你要我这样做吗 上帝你要我这样教了孩子吗 你绞尽脑子这样想的话 这个不是查验 其实圣灵是一直在感动你的 你的心平安 心灵平安的时候呢 然后有时候早上起来 或者遇到人 事情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你注意一下 你想起什么 注意一下 什么意念 什么想法 来到你里面 注意一下那个东西 那个是圣灵 有时候圣灵是这样 向你发色感动的 然后你认定主 认定主 是吗 这样的 这是你的美意吗 然后再反复多想一下 反复再思想 反复再思想 这个就是跟从神的人 这个就是跟从 因为神已经有意念了 神造成有一些环境 情况 人的话 情报 你听到的时候 你必定有意念的 你不是死的人吗 你是用圣灵活着的 有意念进来的 所以你一进来的时候 分辨一下 注意一下 分辨一下 喂 主是这样跟我讲吗 所以我到宣教现场的时候呢 也是这样 我跟人接触接触接触之后 哇 这边也讲话 那边也讲话 这是很 头脑很 就是重重的 不知道什么 但是先睡一觉 让自己的身体安然 然后起来 心里平安 然后仰望主的时候 就是 有一些 昨天我经历过的事 或者人跟我讲的话 我就想起来 然后我就想想看 他们现在的生命的时间表 他们应该要突破的是什么 我就知道了 这就是上帝跟我讲话的 这就是了 人是 因为神跟人合为一体的时候 甚至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或者有好像你的声音 你常常 你向上帝反应的那个声音 也是常常那个声音就来的 时常跟你讲话的主啊 这个你要懂 这个你要抓得稳 这个声音 其实在教孩子当中 有时候你不听话 你停一下 你停一下的时候 有时你心灵平安了 肉身平安了 然后你再想一想 刚才孩子向我反应的话 刚才他好像不开心 我跟他讲这个 好像他不能理解 他不能通 那你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会得到很多的智慧就来了 像你的心灵 其实你知道吗 他跟你讲那句话是 就是他有一点不开心啊 你惹了他的气了 有时你会听得到的 你的心灵听到的 各位要在这个地方 要学这样的查验 查验是这个东西来的 上帝是随时跟我们讲话的 叫我们想起他的话 所以再讲一次 你注意一下临到你的意念 然后呢 反复思想 第二反复思想 这个两个东西 查验是这个 那查验久的人呢 已经跟上帝已经常常有查验了 知道了 很多东西是懂的 连自己要吃什么 喝什么 一个礼拜运动多少 然后你的整个的生活会平衡 你会懂的 你的心灵里面就是教你很舒服的 你会知道的 连你的食欲 你的各方面的生活里面 其实这些上帝都会指教你的 你跟人交谈的时候 你多问多听再反应 然后你看人的反应的时候 你的心灵会得到怎样的感动 这个是你一直要反复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跟人接触嘛 然后圣灵是在我们跟人之间 我跟太太中间 肢体中间 一直指教我 指教我 所以那个指教我的圣灵呢 我要抓到 他正在指教我 他指教我什么 然后我认定他 然后反复思想的时候 那你反复思想了 你得到主的美意了 各位听哦 现在你得到主的美意之后 你祷告 代祷祈求 你代祷祈求 心里面平安 我赐下平安给你们 心里面有一个确定的心 assured heart 这都是讲心灵的东西 对不对 你就知道 是了 然后你下面等 你看 一定会成就出来的 各位要确认这个东西 这个是 好像听起来是感觉 对不对 但是你做久之后呢 你知道 This is the face of the Holy Spirit 这个是the way the Holy Spirit answer you 你会知道 圣灵指示你的方法 是这个东西的 你有一套得到圣灵的感动的方法 你代祷 你知道了 然后代祷 主啊 就是但愿你成就 主你为我们预备 然后心里面很平安的 有确定的心 哦 你知道了 那你放心 主会成就的 但是你就祷告了 代祷了 哎 心里还是不平安 有时候是这样 还是不平安 你要怎么办 你再去查验 可能你看的不是这么全面 有的 可能我看的还是一部分而已 所以圣灵没有给我很完整 很自由的 很平安的心灵 就是还有一些东西我需要多明白了解的 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心灵 他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的 主人在你的心指教 这样的圣灵不管他 只有单单读了圣经 有一些 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 这个怎么叫做 听从主人的吩咐 赐下圣灵的主 住在我们里面 只教我们 叫我们寻求那个 听那个 然后得着他的感动来活 这就是 听从主人的吩咐 那有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 心灵里面 忽然间产生有一些很混乱 被控告 很纳闷的心灵 你知道的 那个时候呢 你有一些不太圣洁的 那个心灵 或者你有一些意念 上帝不太喜欢 邪灵已经来了 你要安静下来 检讨洗经 各位 检讨这个字 检讨这个字是很重要的 基督徒信仰生活 谨慎 谨守 你检讨 一个人有查验 何为上帝善良春泉科 喜悦的自己 他必定会知道自己 刚刚 昨天 刚才 或者刚刚跟人讲的话 刚刚想的那个意念 合乎不合乎主 你会懂的 然后那个东西 不要再让他来 如果不合乎主 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 你的行为 那个软弱的行为 一直反复 不走 不走的 因为你的灵没有检讨 你的灵有检讨过的人 就是下一次同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要谨慎 一定会的 所以有的人 当然不是我控告大家的 各位听的时候要圣灵话 五年十年 有一些坏习惯 有一些很刚硬的地方 有一些不是这么可爱的地方 你一直改不了 其实你 你真实的检讨 真的要检讨 你一直遇到一个不愉快的 常常叫你的心很难过 一直从事反复反复 其实有一样东西要检讨 检讨 然后认罪 你知道 我知道了 我的错在哪里 然后那个地方我愿意改过来 我愿意爱你 顺从你 那个你有一个转向的时候 你得释放很快的 所以基督徒信仰里面是 没有经过心灵 那个行为不是这么快来的 不是这么快 所以一直停顿在一个时间 表示会有的 我是做牧师的人 其实我很多检讨的 我告诉大家 每次我就回家 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话 我看到他们的反应的时候 哎呀 是不是我讲的不是太合一 我心里面会这样想的 或者说我哪一个角度讲是更好 我常常想这个 有时发了脾气之后 也是有嘛 那回家说 为什么我发脾气 为什么我的思想就是叫我发脾气的 我就会想这个东西 我想到这个这个这个 我想你看两三个东西 消极的就是叫我活起来 我就回家又检讨这个东西 然后下一次的时候 谨慎 这个人要圣灵充满 这是心灵里面的事情很清楚的 然后最后呢 当然了 祷告也包括顺服了 你最后你得到确定的心 这是主的美意 你顺服主 各位顺服之后会怎样 顺服的喜乐 我再讲一次 我牧师看重的不但是顺服 顺服的喜乐 叫我们得赏赐的是顺服的喜乐得的 你奉献的赏赐是怎样 喜乐的奉献的 你祝福人 喜乐的祝福人 对不对 就是你喜乐的就是肢体生活来聚会 你必定得赏赐的 因为那个是顺服的喜乐 顺服的喜乐就是你的心与圣灵同正的 你做了主教你做的 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上帝称赞你称颂你的那个心灵 然后你也做出来 必定有证据 你的心灵会告诉你 你的明天会好 你下面的日子会好 你不会担心你会发生什么意外 你的孩子什么意外 你的经济什么意外 你不担心这个东西的 顺服的喜乐 你看都是在心里面的 所以我这个礼拜要讲的信息在这个地方了 我们这个赢会完了 我今天是赢会的一个总结 然后我觉得弟兄姐妹 最需要祷告的有一些地方 我们要确认嘛 确认了之后要更新 更新了之后进入另外一个时间表 这是赢会的前面三个讲的东西 没有确认怎么更新 那更新了之后呢 你必定发现 你更新了 看见上帝了 看见了 知道了 那你必定会看见 其实自动的 主开一扇门 不是你要进一个时间表 主开一扇门在你的面前 然后你进去 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跟从主的方法是这个 顺着圣灵而行 但愿大家都经历了这个圣灵的实际化 真实化 正常化 在这个地方满满的得到证据吧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今天 主在祢的话语上 再次指教我们 主教我们的心灵 就是会明白的 主的话祢赐给我们了 但愿我们多明白 主这个教会是每一个人一起成长 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祢面前 都有一个基业 主我们教会进入另外一个时间表的时候 我们有牧师长老们 主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灵界里面 其实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何等的重大 整个在我们背后的有一个使命 基业 一个加拿美的主要我们承受的 所以主 今日主祢很细密地教导我们 主我们要懂得遵行祢 遵行在心灵里面得着祢的心来遵行祢 主这是今天祢一直向我们强调的事 但愿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喜欢 主祢活生生的那个灵的感动 主但愿祢教我们掌握得到 让这个教会成为顺着圣灵而行的教会 让这个教会成为 时常能够做我们所愿意做的 我们从一个情欲的捆锁我们的 能够快快得释放得自由 蒙蔽我们欺骗我们的快快得释放得自由 主但愿祢的恩惠招耀整个教会 主我们期待主 我们知道主下半年主 祢要在我们当中做的是很伟大的事 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总是谦卑 我们要听从主的声音 主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努力地 主指教我们 我们感谢祢奉靠主耶稣基督得生命祷告 阿们